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色列和哈马斯年年前斗 最近又与真主党在黎巴嫩大打出手 西局剑筆劳张 东西文明时有出现对类的情况 面对全球不同的宗教传统 多元信仰 多元价值这个现实 人类如何调和这种现象 杜维明教授主张让儒家的人民精神 在文明对话之中发挥仲介作用 提倡谦和离让的态度 建立沟通 减少敌意偏见 消除隔阂误解 香港公开大学 十分荣幸能够请到杜维明教授 出席本校举办的 林建宗晓阳慈善基金会 学术讲座 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 讨论如何以文明对话 培养和平文化 梁校长 林博士 各位同仁 同学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有机会到香港公开大学 进行学术交流 这不能算是一个严肃的演讲 只能算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要感谢大学的安排 特别是苏教授 也要感谢林建宗博士 他体现了乳商的精神 也就是企业家的人文关怀 公开大学 我想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公共性 一个是永续学俗的精神 在一个民主社会 投票 选举文化是必要的 但是除了选举文化以外 公共理性 也就是如果用白话说 公共说理 负责任的言论 特别在网络社会 显得重要 这种讨论应该是公开的 应该是透明的 应该是有一定的信赖度 这个机制 是使得文明 特别是民主的文明社会 能够进一步的发展 学习 是儒家的核心价值 人语的第一个字 就是学 另外 孔子是 学不厌而教不倦 如果说他十五而有志于学 然后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至天命 一直到六十而尊 和七十重新所欲不欲举 基本上 是一个持续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 公开大学 体现了公共性 和学习的精神 确实能够体现 儒家的基本价值 我想我开始 给大家画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呢 各位只能够去想象 不是一个经济地图 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地图 当然也不是一个地理地图 这个是一个文化地图 这文化地图有一大块 是基督教 基督教呢 又分成新教 新教 在北美 在大部分的西欧 有很大的影响 新教的特色之一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教派 教派之间呢 也可以合作 有的时候也可以变难 也可以抗衡 所以 即使在基督教的新教传统中 对话非常重要 第二就是天主教 天主教在法国和拉美 拉丁美洲 影响很大 也可以说是 在世界上 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 因为天主教的这个教友 听说超出十亿 另外呢 他也有最悠久的宗教组织 我有幸曾经和前任的教主 John Paul 参加学术会议 也有共同晚宴的机会 使我感受到 这个他自己的魅力 和整个宗教传统的影响 另外 我们常常忘了 还有东正教 东正教在俄罗斯和东欧 东正教和天主教 分开以后 John Paul 这个教皇 非常希望能够进行对话 但他这一生 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是他一生中 最大的遗憾之一 除了基督教以外 当然是伊斯兰教 多半我们了解 伊斯兰教在中东 可是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都在亚洲 即使在中东 伊朗 因为有深厚的波斯文明 它不是属于 所谓阿拉伯的伊斯兰教 所以伊斯兰教 即使在中东 也多元多样 另外 最大的伊斯兰国家 像印尼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另外在印度 有很多伊斯兰的教徒 即使在中国 也有一千万 甚至更高的 伊斯兰的人口 另外有 我们叫做新都教 或者印度教 不仅在印度 不仅在南亚 而且影响到东南亚 再有提到的 辱教文明圈 这是日本的提法 这个辱教的文明圈 主要是整个东亚世界 包括日本和四小龙 也包括中国大陆 北朝鲜和越南 有些学者认为 也应该包括 这个东南亚的新加坡 是四小龙之一 辱教的文化圈 也是多元多样 有些学者 包括Huntington 认为日本 应该不属于 辱教文化圈 这个中间 是有争议的 当然佛教 影响非常大 虽然 佛教 主要在东南亚 可是大乘佛教 是传播世界各地 世界的三大宗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和佛教 都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 你不能说 波士敦的基督徒 就比汉城的基督徒 更像基督徒 我们现在叫首尔 你也不能说是 在泰国的佛教徒 一定比San Francisco的佛教徒 更像佛教徒 你也不能说 中东的伊斯兰教徒 一定比中国的回教徒 更像伊斯兰教徒 各种是多元多样 有些宗教和它的文明 有完全不可分离的关系 比如说日本的神道 儒家是介乎这两种之间 它是起源于中国 毫无疑问 是山东屈服的地方文化 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之一 然后从十一世纪 十二世纪开始 从中原文化的主流 逐渐到了韩国 当时的朝鲜 到日本 到越南 成为所谓东亚文明的体现 那么到底它能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这是我们非常关切的问题 如果它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它不可能只停留在中国和东亚 它必须面对更宽广的世界 像欧美 在这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